美國國會議員週四指控中國共產黨 正在利用脅迫性經濟行為 來實現超越美國稱霸全球的主導地位 這些指控是在美國眾議院 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 在聽證會上提出的 幾天之前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在北京會見了中國官員 討論了兩國的經濟關係 耶倫表示雖然美國正在採取有針對性的國家安全行動 但是世界最大的兩國經濟體脫鉤 將會對兩國利益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並且破壞世界穩定 而且幾乎不可能實現 我們想要一個開放、自由和公平 充滿活力、健康的全球經濟 至今年較早的時候 美國擊落了中國間諜氣球以來 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一直緊張 星期四在聽證會上作證的人 是告訴眾議院這個小組委員會 美國公司在中國境內運營 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威脅 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表示 中國不存在私營公司這些東西 修訂後的反間諜法、數據安全法、 反外國制裁法等一系列立法 已經將永遠真實的東西偏入了法典 中國保留根據他的意願 蝕取任何數據、扣押任何資產 以及知識產權權的權利 委員會的成員都表示 中國的限制性環境正在導致 他們自己本身國家的商人 出現所謂的人才外流 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富人離開的最多國家